孤承宇意外摔伤促逝 事发突然震惊各界 过去16年来 孤家接连发生变故 先是正值壮年的孤祁允 在2001年罹患胆管癌病逝 年仅48岁 而孤政府则在2005年逝世 现在连孤承宇都走了 就有人说 可能跟孤家在鹿港天后宫 悬挂的原神灯换了位置有关 他们是孤家捐献的一个原神灯 现在目前是悬挂在我们 二楼林宵宝殿玉皇大帝跟前 原本孤家的原神灯 悬挂在一楼正殿 但921大地震后 庙方经历几次大地震 在民国92年的时候 有整修计划才卸下原神灯 后来又把孤家的原神灯 改挂在二楼玉皇大帝前 原本正殿的位置 换成了宝城蔡家原神灯 民国92年的时候 孤家有反映一些状况 所以我们管委会那边的 才会有将我们的孤家 他当年在一百多年前的一个原神灯 把他拿出来 因为原本已经放进去文物馆里面 孤城允突发意外 孤家相当信任的御用命理师 也很低调 这座大楼二楼就住着孤家的御用命理师 李咸阳 但因为孤城允出事后 他也变得相当忙无法受访 不论原神灯换位 是否真的影响孤家运势 孤城允出事 于公于私都令孤家人措手不及 记者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